晚安 欢迎继续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请林谦 赶快带您来关注奥运最新赛况 郭幸成力拼奥运金牌未免战 现场特派交给记者蓝玉明 好 谢谢主播 为您锁定巴黎奥运赛事的最新消息 来关心到女子举重59公斤级赛事 我国举重女神郭幸成 现在是来到了战场了 在这个第一举抓举的部分 是挑战103公斤顺利的举起来 那随后他的劲底罗斯芳 在第二举的时候 把这个重量来到了105公斤 也是轻轻松松 那现在目前最新消息 郭幸成在稍早10秒之前 他是举了这个105公斤这个重量 不过可惜是最后没有第二举 没有成功 所以还有第三举的抓举 目前是在抓举的部分 103比105暂时落后 给劲底罗斯芳两公斤 所以现阶段在这个第三举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再次来挑战105这个成绩 那现阶段105这个成绩 罗斯芳已经在第二举的时候 完成了 所以很有可能会在第三举的时候 再把这个重量 可能会推到107左右 这样的一个距离 现阶段目前在104 105这个公斤数 有三位选手是有成功的举了起来 所以现在郭幸成是处在这个前段班 不过还有很多劲底在旁边围绕 那现阶段是到在抓举的部分 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的停举 所以目前整点来说 状况还算OK 所以我们也持续的为郭幸成加油 希望他能够继续的打出好表现 好 再来关注的是罗嘉玲 他出战女子57公斤级的16强赛 对上黎巴嫩选手 可惜八强止步 台军道国手也是大家的国民女友罗嘉玲 在57公斤级16强赛中对战2018年 亚加达亚运铜牌 黎巴嫩好手奥恩 原本以为去年世锦赛就交手过 能够复制贴上抢下八强门票 但因为负伤上场止步16强 赛后甚至一搏一搏的走离开 这是罗嘉玲睽为八个月的首场国际大赛 双方交手 首回合前一分钟双方都没得分 最后30秒 罗嘉玲尝试后脚了两波攻击 但都没能成功 随后对方倒地出界犯规 但他们的教练提出申诉 脚有踢到罗嘉玲的头部 这回合最后时刻 刘聪达教练也提出挑战 第一回合2比4让出 进入第二回合 罗嘉玲尝试上端攻击没得手 反而被对手击中上端 0比3落后随后追回两分 最后还是无力逆转 以2比3连失两局 最终积分0比2败阵 压力一定是有的 那就是也希望就可以带着 所有台湾道就是 大家的一起的力量 然后去征战巴黎奥运 然后就是也是希望 大家还是可以为我们加油 罗嘉玲赛前就说 上回冬奥比较放松 这次压力增加 再次站上五环殿堂 希望自己的情绪 能少点焦虑 但超过半年 重新站回比赛场上 对罗嘉玲来说 其实有好有坏 以不好的方面来讲 就是你可能这半年 都没有参加比赛 那你可能少了一点 对战 实际对战的状况 其实好数的话 也就真的是 如您所说的 就是怕 就是不用 不会让对手去 做到情手 从库不停 到二度战上奥运舞台 23岁的罗嘉玲 是巴黎奥运台湾 唯一的台拳道代表 尽管直播16强 能否有败部复活 只能期望对手奥恩 挺进金牌战 我们才有重返机会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而另外林玉婷 要专心的拼金牌 却还得应付性别风迫 让昔日的陪练员 很不舍 透露林玉婷 为了能站上颁奖台 不只都是跟男生 一起练习 而且握推 都是从60公斤 开始往上加 相当辛苦 知能模样 开心自拍 这是林玉婷 跟2016年的陪练员 许浩翔 当初的小女孩 花了15年时间 变台湾全后 走上五环决赛殿堂 但却陷入性别风波 让身边好友很不舍 觉得蛮不舍的 因为一个运动员 花一个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就被 怎么说呢 就被这样子抹黑 蛮多都好像是硬硬的 有时候可能冒冷汗 然后脸色 脸色有一些惨白的时候 顺利期还是坚持训练 满满不舍 也发文力挺 说林玉婷训练对象 都是我们这几个臭男生 但是体重只有54到57公斤左右 去年因为性别被取消铜牌 外表上男生就是男生吗 根本没有所谓的跨性别 而且在长期高强度高压下 林玉婷的体脂可能比很多男生都很低 甚至为了减重很平 可能一点菜啊什么的 可是它那个菜还要再过水 过推来说可能它都是跟着 六十起跳了 对 然后 就会慢慢一直往上加 严格要求只为了打出更好成绩 就连赛场内的巴黎圈集民也力挺 说很开心林玉婷赢了 她是一名奥运选手跟其他人一样 更说这一周一定很孤独 心理调试也非常重要 秀出凯旋门前跟玉婷的合照 说一定要凯旋归国 她是心理资商师陈泰婷 从国高中就开始陪伴玉婷 现在这个关键期也在巴黎 身为一个优秀运动员 她现在的压力应该是爆表 对 然后 我觉得她在这个方面 其实 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 距离金牌梦只剩最后一步 心理调试很重要得稳住 才能拿下这生涯熟面的奥运金牌 铁北新闻 亮男家庭林立台北总播 焦点人物我们就带您来关注林玉婷 还有呢 另外一位就是 深陷性别争议的阿尔吉利亚 拳击手克利福 在四强赛 他击败了泰国选手 同样晋级金牌战 阿尔吉利亚移民都到场立庭 远在北非的乡亲也为他抱不平 不过这起争议让国际权总 跟国际奥会的不合浮出台面 国际奥会就批评国际权总 常年腐败 因此将他们除名 而这也让克利福跟林玉婷 意外成为风暴的受害者 守在电视机前 阿尔吉利亚这群亲友团爆出欢呼尖叫声 他们都是在帮深陷性别争议的女子拳击手克利福加油 家人信心喊话力挺到底 克利福不为性别争议延烧 在四强战中击败泰国好手 确定晋级金牌战 法国当地大批阿尔吉利亚移民 全都集气为克利福加油 也很心疼他因为性别争议 遭到网路霸凌 不过性别风波越是延烧 反而激起阿尔吉利亚人大团结 CN记者报道中指出阿尔吉利亚以及台湾都是力挺自家选手 而国际媒体也逐渐将矛头都指向闹出这起风波的国际拳击总会 国际全总不断跳针指出克利福和林玉婷资格不服 却拿不出证据 CN直批这场记者会缺乏事实又混乱无比 最令人诟病的是国际全总主席克利福 言辞之间相当侮辱克利福和林玉婷 国际全总这番言论是让奥委会忍无可忍 奥委会力挺克利福和林玉婷强调两人的比赛身份 在2023年以前都没有问题 也指出国际全总的检测并不公正 而国际全总的主席则是不断发文批评奥委会主席巴赫 国际全总的主席克利姆列夫就是被指出 和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寡头 这一次的性别风波外界也认为是有政治意图 而委会硬起来指出拳击运动应该换人来管 否则2028洛杉矶奥运可能没有拳击项目 选手变成最无辜的一群 克利福从小家境贫困 为了练拳击早就被霸凌过 没有想到如今到了奥运殿堂 却遭受了是国际级霸凌 身处风暴中心 克利福还得继续打比赛 也说面对争议最好的方式 就是她获得最终胜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巴黎奥运的运动攀登项目 女子速度赛 由波兰蜘蛛女米洛斯罗 以6.1秒的成绩夺金 而这位蜘蛛女呢 其实早在预赛就两度的打破世界纪录 拿下银牌的大陆选手呢 表现也很优越 决赛主落后0.08秒 手脚攀爬 飞快有力 她就是波兰攀登天后 女版蜘蛛人米洛斯洛 平时光练习就快得吓人 不过这次巴黎奥运 她又突破极限 预赛时就已经两度打破世界纪录 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绩 第二次6.06秒 虽然决赛没能再打破新纪录 但还是以6.1秒夺下速度赛金牌 运动攀登上届东京奥运 才首度列入赛事 不过当时将速度赛 难度赛 和暴时赛合并为全能项目 米洛斯洛今晚当时就曾打破世界纪录 但总分只排第四名 直到这次独立赛事才一举多惊 今年30岁的米洛斯洛不止在波兰人气超高 也俨然成了这项运动的最佳推广人 她曾表示攀登其实无关年龄升高 因为运动过程要动用身体各个部位 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力量训练 另外在挑战不同攀登路线时 也能增进灵活性促进心肺健康 对专注力和克服恐惧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这次与波兰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 是来自大陆的好手邓丽娟 她在决赛中爬出个人最佳的6.18秒成绩 摘下银牌 随着奥运带动热潮 大陆的攀岩业者也感觉报名课程的人正在增加 大陆曾统计截至去年12月 商业攀岩馆数量已经高达636家 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 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 业者开始苦恼教练人数不够的问题 我现在整个来讲会有15名教练 但是我计划到我整个馆全面开起来的话 还会增加将近3000平的这样一个岩壁面积 至少还要再招一倍的人 根据统计运动攀登过去20年内 在150个国家增加到了高达2500万名运动员 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厂提供四条不同难度路线 供民众挑战 至于这次奥运攀登项目将速度赛单独区分出来后 全能赛将采用暴时赛和难度赛总分相加 也相当有看头 暴时赛选手将挑战四条不同路线在时间内完成 而难度赛是在路线最后的40次移动中计分 虽然相关的赛事才第二次出现在奥运会中 但观众席满满6000人观赛 也能看出攀登运动的受欢迎程度 点新闻综合报道 而巴黎奥运首次把霹雳舞纳入了正式比赛的项目 我国好手孙震即将出赛 而这次赛事的幕后推手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希望让国际更加重视这项运动 当然台湾也积极的培训 上市台事大今年也收取了全台第一位 以霹雳舞真审方式入学的提宝神 随着音乐一连秀出好几招 拿手地板动作 年仅18岁的许富雅霹雳舞博手选拔赛 拿下轻女组金牌 全人女子组银牌 让她成功取得2026年 名古屋亚运培训选手的门票 我一开始学HIPHOP 然后我在HIPHOP那行下课之后 偶然看到Breaking这个课程 然后就看到教室里面的那些学生跟老师 就是做一些撑的动作 然后在地板上滚 然后就觉得跟我那时候看到体操很像 然后就是有那些地板动作 然后就觉得很帅了 她可能需要音乐性 可能需要原创 可能需要身体强度 有很多东西 就是你今天就算完成一场比赛 但其实到了隔天 你还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要加强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一直是属于一个 我永远还不够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一直想要练下去 埋头苦练 跳出自我风格 更写下新记录 顺利进入台师大体育与运动科学系 成为全台第一位以霹雳舞真审入学的提保生 更显见霹雳舞逐渐受到认同 加强部分可能就是招式的部分 就是基础的部分 没有打得那么扎实 然后现在就是回去打基础这样 希望下一届亚运可以代表中华台北出赛这样 2022杭州亚运 还有2024的巴黎奥运 都把霹雳舞这项纳入了正式比赛项目 就连2026的鸣鼓亚运也已经确定纳入 也让台湾民众开始重视到霹雳舞这项运动 大众对于霹雳舞的认识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包含越来越多新闻在报道 比较希望的是说 能够让大家 怎么样的情况下 让大家再踏出那一步 去真的去接触这件事情 例如说可能也许 向下扎根在国小或者是国中 上次亚运的话 比较多看到的是 自己跟夺牌的那些选手的差异性 我本来就是为霹雳舞者的老师 所以就是让自己走过这一段之后 看到更多东西带给自己 也一起带给未来台湾的新生代 练舞至少15年 更跳上杭州亚运舞台 刘承德虽然在16强遭淘汰 但吸取国际大赛经验 要传授给更多学生 从街头跳到亚运奥运 霹雳舞抛开过去负面标签 现在更从国小就开始培训 把完整的霹雳舞的技术打完 它要三年的时间 如果慢的话可能要到五年 它把技术打完之后 它还要有一些想法的变化 可能出国看一下其他国家 再去内化之后 可能要再个两三年再做消化 其实就是巴黎迈首 这三个是主要的评分项目 并没有一个说 你做到什么动作可以拿几分 但是就会变成是这个评审 他自己的内容物 霹雳舞项目第一次登上五环殿堂 在巴黎奥运登场 我国好手孙震取得资格参赛 就连这一次的赛事主席 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有一些这些年长的选手 其实他们发明了很多动作 甚至说你会看到很多动作 其实就是他们的招牌的招式 难度也非常的高 那相差可能20岁的年龄 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些年轻选手 可能曾经一度非常崇拜 这些稍微年迈的选手 那也曾经可能稍微学习他们的动作 再将这些动作发挥自己的创意 变化 可能也让难度更提高 而变成他自己的动作 这就是霹雳舞好玩的地方 七年前就开始筹备 从制定规则 临选裁判等 都靠着多年经验累积 把街头文化带向国际 更要让大家看到台湾霹雳舞的实力 TB的新闻王华林连志 周游宣台北报道 国际最新消息来关注的是 日本宫崎7.1强震 晚间所有的海啸警报 是全部解除了 目前受伤人数是来到12人 有两栋房屋倒塌 由于可能出现更大的地震 当局要求辞呈到冲绳的都府县 一周内要做好地震 应急避难准备 塞亚核电厂也严密的监控 中部电力公司重新启用 22公尺高的防波堤 交通方面是JR东海铁路 连接艾滋跟长野的特快车 周五开始将会停驶一周 这是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 国际焦点 再来关注乌克兰 属前例的出动 三个营级正规军兵力 大约1000人跨境攻击 俄罗斯的库斯科州 这么边境的俄军是措手不及 不少人遭到俘虏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 这个时候要跨境攻击 这家分析认为 乌军想控制天然气出口枢纽 掐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 而占领俄国本土 也可能是要争取更多的谈判仇 天都还没有亮 就被爆炸巨响吓醒 抬头看空中都是飞弹的火光 天亮之后才知道 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路上都是残破的碎片 俄罗斯边境的库斯科州 居民没有危机意识 还在街上闲晃 浑然不知乌军已经打到家门口 也有人先逃再说 好几栋民宅已经毁于战火 居民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也跟乌克兰人 一样要逃难 这次突袭让俄军措手不及 无人机空派可以看到 边境小镇已经陷入火海 事发都已经两天了 乌军似乎还在俄国本土内作战 不过讯息相当混乱 乌军可能动员了 三个营级战斗群的兵力 出动坦克装甲车 甚至重型火炮 入侵俄国本土前所未见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院就分析 乌军缤纷多路攻入俄国的 库斯科州部分控制 名为苏甲的小镇 以及附近的道路 推进大概五到十公里 虽然过去曾经有效忠乌克兰的民兵 自有俄罗斯军团潜入敌后破坏 但是乌军正规军入侵 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乌克兰官方也没有承认 但是俄罗斯公布这段 柳叶刀无人机 摧毁一辆美制的 布莱德雷战车的画面 就是在指控乌军 用西方的武器来入侵 美国白宫赶紧撇清说 事前并不执行 乌克兰现在也学 俄军先前闪电入侵 哈尔科夫 牙还牙攻其不备 确实踩到俄国总统普京的痛脚 现在角色互换变成俄罗斯 指控乌克兰滥杀无辜 只是乌军选择攻占库斯科的苏甲镇 背后可能有三个战略目的 首先苏甲镇不是普通的目标 原来苏甲镇里面 有一座天然气的中转站 俄罗斯天然气 陆路出口到欧洲的唯一途径 掐断天然气的供应 就是斩断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 第二个原因或许是 升东及西战术 迫使俄军转投持援 缓解前线的作战压力 争取时间就是为了等待更多的西方武器 更多F-16战斗机交付给乌军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政治考量 因为川普若是再次选上美国总统 可能马上会逼迫乌克兰和谈 占领俄国本土当作谈判筹码 这是一步险棋 可能分散乌军稀缺的人力跟物力 不过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场突袭 趁着天色昏暗当掩护 乌军的两栖部队搭乘好几艘的快艇 在南部赫尔松地区渡河抢滩 攻占沙洲 从乌军的兵力上来看 顶多只能算是骚扰 很难有决定性的突破 乌军现在要改变战术 但真正的意图为何 扑朔迷离 T恤总不倒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 一起奥运